我的look就是2021的春夏 然后有一些小的配饰 然后把这个邀请牌挂上了 然后把这个口罩也挂上了 今天的look就是Nego跟Virgil 他们一起联名的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在他们的皮带的这个LB logo 所以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今天的整个搭配 它很signatureLB的那个pattern 就是那套是跟Nego crossover的一个联名 哈喽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最近一段时间 我发现娱乐圈一众明星们纷纷穿起了LV套装 而且是青衣色LV新花套装 相信大家看过片头 都发现了吴亦凡和吴建豪 在LV2021春夏男装秀上的office 同时我还截取了欧阳娜娜在机场的 LV新花牛仔服外套 可能有些朋友要问了 新花是什么鬼 不应该是老花吗 其实大家仔细看的话就能够发现 这些明星所穿的衣服上的新花 与以往的LV老花是不一样的 都是出自不同设计师之手 但有着共同特点的新款老花 这些新款老花图案均是在Model Brand老花基础上增加了新元素的融合 比如油画拼接整体视觉感非常强烈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本年度最具话题性的联名企划 由LV男装时尚总监Virgil和Nego携手打造的全新Louis Vuitton 也称LV方系列 什么是LV方? LV方一词源自于两人对品牌过往经典的考究 结合各自读到设计美学加以重新诠释后达到的相成效果 LV方系列也是Virgil上任男装艺术总监以来所打造的首个独立合作 Louis Vuitton LV方系列包括成衣、皮具、鞋履、配饰等品类 融合了诸多趣味图案 并对经典Louis Vuitton标识重新演绎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此次合作系列 像这款Message Bag、这款Chunk Bag、这款手提包、小书包、皮具、鞋子、手表 特别要说的是在手表上加入了趣味图案、小鸭子 还有一些配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詹米尔格纹邂逅了Monogram图案的时候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纯干货种草环节 我给大家罗列了此次LV方系列所有包包 以及它们在全球的价格是不是很贴心呀 此次与Nego合作系列的包包一共发布了10款 只为男装系列 先来看 左边这款Chunk包加入了今年潮流元素链条设计 显得更加时尚有形 右边的Message Bag是格文与老花的拼接 塑造了LV新经典 接下来的两款都是油拆包款 左边采用了小书包设计显得更加小小精致 右边Sling Bag也是潮南必选单品 它们的价格也是一样的 2140美金 新款的书包也是非常独特 有两种款式可选 一款商务款 一款休闲款 在老花的基础上加入了格文 时尚又大气 接下来是一些小皮具 这些小皮具是在老花的基础上加入许多趣味图案 显得不再沉闷 右边的三款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款mini tote 非常独特 而且男女皆可哦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在2021LV新春发布会上 全新老花已经发布就引起了激烈讨论 有些人觉得设计不错 有的人呢 觉得不能接受 也有很多人在结合了包款之后 顿时觉得香了 同款新花包包价格呢 也要比老花包贵一点点 这个系列是基于男装线设计的 毕竟Virgil是男装部总监 但我觉得有些包女生背着也没啥问题 特别推荐的是邮差和托特包 个人觉得这个系列非常值得入手 假设它是只出一季的几节款 将来就是非常难得的收藏品 如果它是一个固定设计 那么现在入手不仅最时髦 而且价格最低 但听说只是听说 有些店铺sells嚷嚷着要配货就有点那啥了 毕竟LV Canvas质地的包包 都是以亲民的大牌而广受好评 但如果是真的 我们应该会考虑考虑再决定吧 毕竟LV加香的包款还是挺多的 你们觉得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请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